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今年有不少亞洲球員在大聯盟攪出好成績 因此接下來就讓我們好好看一下 他們到底是怎麼站穩大聯盟的 那在影片開始前,如果你還沒訂閱的 要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分享給更多人喔 如果想要活過去的內容,也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 在這次的休賽季挑戰入雜大聯盟 經有生態卻繳出了超出預期的好表現 甚至讓不少球迷直呼 小熊用便宜合約買到了王牌投手 而本季目前為止,經用生態的帳面成績 可以說是非常的出色 ERA和WHIP不到1是非常誇張的好表現 而FIP這個投手獨立防禦率 雖然不像是其他帳面成績那麼誇張亮眼 畢竟ERA3紅有稍微受到影響 但仍然有著很頂尖的好水準 主要也是因為他出色的控球 有著理想的三針和寶松表現 而本季目前對決右打遠高於左打 但不管面對哪邊的打者 都有很出色的壓制能力 在面對左打沒有出現過寶松和I紅 可以說是非常的不容易喔 而面對右打,這是WHIP低於1 也是非常的料眼 在不同的跑者情境 面對得點圈有著超離譜的壓制能力 WHIP也只有0.43 也是為什麼他可以有這麼誇張的ERA成績 可是得點圈還沒有挨過任何的全雷打 至於主客廠 雖然說主場成績ERA相較客廠稍微不理想一點 可是在主場卻又有著遠低於客廠的WHIP 而其實不管哪一個 都是有著非常出色而且頂級的壓制表現 看到進階數據,本季金勇生態能有這麼出色的表現 有一個很大的關鍵就是因為 他本季被打出BARROW和HIGH的比例都不高 再加上他靠著離譜的高製造揮空 讓他在面對危機時可以靠著製造揮空來化解危機 而在球路上雖然說金勇生態的球速不快 可是其實可以發現他的植球在變化球和變速球的掩護下 搭配他本身出色的控球能力 讓植球成為了大聯盟投手中頂級的植球球路 另外紫紮球也是金勇生態非常出色的Singatory 有著超低轉速和出色的執照揮空能力 也是他能創造大量滾地球的關鍵因素 從圖表來看 就可以看出來金勇生態本季在植球系列和Off-Speed系列 都有著聯盟非常頂級的水準 也是他能在大聯盟存活的關鍵 而本身因為讓對手確實沒有太理想的擊球品質 也讓他在XERA和XBA等預期數據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當然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他製造揮空能力非常的出色 Chess Percent 和 Whiff Percent 都是聯盟最頂級的水準 也表示他製造揮空能力 靠著本身好球帶外贏優球能夠吸引打者 卻讓打者摸不到 因此可以創造不少的揮空 而球路的部分 就不難看出來金勇生態的球數是低於聯盟平均的 可是卻是這樣的球路組合 創造了大量不理想的擊球 相信原因 我們等等著來談 最後 我們看到金勇生態近期的X-WOBA變化 就不難看出來隨著時間推進 他的壓制對手打者表現 卻有越來越理想的趨勢 短時間內應該都還能維持這樣的好成績 繼續下去喔 接下來就要來好好看看 到底金勇生態是怎麼透過他球速不快 卻靠著組合來解決打者的最大關鍵 首先就是他本季使用率最高的直球 直逼6層使用率的適縫線 也是他目前最出色的球路 雖然說對手擊球的出速快 而且仰角也很理想 但目前的夾拳上來率卻維持得很理想喔 可是如果看到校正夾拳上來率 就不是那麼亮眼 又以高於WOBA的表現 他們也會讓人覺得 誒!他的直球表現會出現校正下修 當然以他目前這種載制成績 出現下修也應當屬於合力 而且可能的預測方向 可是雖然如此 有著不錯的製造揮空 而且量好球後用直球三針率也不低 就說明這顆球路對於金勇而言重要性很高 但相對的對手打者鎖定 用力揮擊創造Hot HIT比例 然然偏高 也是他的效應唷! 變化球的部分 我前面就有提過的紙茶球 是金勇神台第二顆武器球路 使用率高達3成 和紙球加起來就高達9成 也就是說金勇神台 是一個以紙球和紙茶球組合為主的投手類型 也因此他的風險就在這裡 只靠著兩顆球路要長期在大聶盟生存 其實並不容易喔 這點後面再來談 但他的快速只差球 雖然說球速不快 可是誇張低的轉速 也讓他可以創造明顯的變化軌跡 也讓對手難以掌握 目前的擊球初速超差 打擊洋調也很差 加上揮空率直逼無成 就不難看出來 而且目前X我把 遠低於我把 更讓人對於他的哲克球路壓制能力 還能更好 有所期待 另外哲克球路也是他在良好球後 拿來對決打者的武器之一 同時也創造了大量的三針 第三球路使用率大約6%的Sweeper 算是金勇生態拿來混淆打者的武器之一 當然也是一顆讓對手掌握度不理想 擊球初速 打擊洋角和製造揮空 都很理想的球路 而且同樣的X我把 遠低於我把 是另外一顆被認為可以 期待壓制力更出色的球路 本季目前也會偶爾被拿出來 當良好球後的對決武器 作為目前第三球路算是很恰當 而第四顆球路就真的是混淆打者專用的球路 尤其是拿來混淆又打者以外 使用率不高的曲球 而在少少的使用量中 卻已經是金勇生態被對手掌握最好的一顆球中 高級球初速和我把與X我把 都表示他目前引游和混淆效果並不理想 可能只能繼續當成 他在沒有危機時 稍微拿來搶好球的球路就好了 另外同時還有生卡球和變速球 但目前使用量都可以忽略不堪 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 而前面就一直有提到 金勇生態可以在大連王生存 最大的關鍵就是他的控球能力 現在看到場錯能力 本季有超過一半的球路可以塞進好球袋 而好球袋內的球路 也讓達者有75.5%的比例進行觸碰 這其中又有76.8%的比例被對手打到球 也是他從日值就很常見的特性 有著不錯這招揮空和引游的球能力 但也不具於跟打者對決 來自在Vconte創造出局數 省下投球數並且拉長投球局數 在好球袋外圍引游球的部分 有將近4成的比例可以塞到好球袋邊緣 最具有引用性的位置喔 那也是他能讓對手難以透過選球上 而被引游球吸引 也因此這個部分有接近5成吸引對手觸碰的高比例 至於好球袋邊緣 這個就算是可以看到comment能力喔 可以看到他在好球袋內的球路 有將近一半是控制在邊角區域 雖然說他的紅中比例不算出色 但依舊不能否認他的comment能力是很亮眼的 而且他第一顆球搶到好球的比例也有近7成 就說明他為什麼控球很好 用球數可以很精簡了 再來從好球袋樂區圖來看會更好理解 首先就是剛剛提到的空球 雖然說這張圖沒有把West和Chess做一個明顯的劃分 所以從這張圖來看是稍嫌rough一些喔 但是還是可以參考一下 他今年主要把引游球擺在低角度比較多 但整體投行好球袋比例也不低 而面對各個區域的回擊狀況來看 好球帶上半部的攻擊比例高 自然很好理解 但引用球的部分反而是左打的內下側 更容易吸引到打者出手 那這自然也跟他是左投手造成的視覺差有所關聯 平均球數的部分 蠻有趣的是他塞進紅中的時候 很高的比例是因為吹球數 所以才會跑到紅中 而從各個區塊的球數也不能看出來 他把變化球擺在下側比例是比較高的 在製造揮空的部分 我先就說過金勇生態很大的優勢 就是在於他會把球擺在引游區塊時 可以吸引對手揮棒 進而形成追打壞球的不理想揮空或是威康體 這點在揮%的肉熱區就蠻明顯的可以看見 另外好球在下圓的高揮空 主要就是靠他紙插球所造就的了 接下來看看各個區塊被對手打出barrel的比例 過去我們就知道高角度的進來點 是比較容易被打著狙擊的位置 而加上金勇在高角度更多時候是使用直球來攻擊 也因此他被打出barrel比例比較高的位置 就落在1號和3號的位置 而6號位也有很高比例被打出barrel 就有比較多種可能的原因 除了直球被狙擊,另外一種就是他直插球 如果撕頭或是那顆球比較沒有丟好 如果在這個位置被逮到也是有機會的 也因此被對手打出hard hit 的樂趣來看 好球在內被強力擊球是蠻合理的 但從握把和x握把就不難看出來 3號和6號位這兩個著打著內角區域 其實是金勇生態相對被對手把握和狙擊的位置囉 在看各個球入境的一份不樂趣之前 我們先看看金勇生態的球入變化軌跡 雖然說直球均速只有92英里 但金勇是否限其實蠻會跑的 相對聯盟平均會更會下墜 和和尼也是他直球不好被對手掌握的另外一個因素 而直插球比較有趣 有高支招揮空的這顆球入 金勇卻比平均下墜幅度還小 可是卻有更多橫向位移的軌跡 所以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的掌握 那Sweeper的橫向和垂直變化量 就都比聯盟平均少 而曲球則是有著更大的下墜幅度 但橫向位移比較少 剩下兩顆球入的使用量不高 就不仔細探究囉 那看到各個球入的境雷樂區 我有一直提到金勇生態COMMAN能力很好 其實從他境雷分布圖很集中 沒有像大家熟悉的孔球不理想的投手一樣 非常的分散 就不難看出他各個球入的COMMAN都不錯 硬要說比較不理想的就是他的Sweeper沒有太好的COMMAN 當然要比較控球不理想的狀況 前面我有聊過 但凱威那一集就蠻值得參考的 那在境雷分布 就像我前面說到 直球是比較是攻擊好球在上援為主 搭配直插球攻擊好球在下援 尤其是9毫尾的位置部分 那另外如果失頭的時候就會因為下墜不夠 而跑到9毫尾導致被狙擊 至於Sweeper就是往左打外角滑來引用大者觸棒 那去球就是騙好球用倒 所以讓球掉進好球袋很合理 最後就是要看到 金勇為什麼靠著簡單的直球和直插球 就可以讓打者吃出骨頭 非常大的關鍵 就是他這兩個球的出手位置和下墜方向是很接近的 都是以10點到12點鐘位置為主 這樣也是俗稱的共軌效應 在打到大聯盟近年非常熱門的共軌後 其實也會讓打者難以判斷 欸你這顆球路是直球還是直插球 就會讓容錯率上升 進而導致鎖定錯球路 造成灰空或是放掉錯球路 而形成三陣或是不理想的擊球 其實金勇生態並不是一個靠著staff和打者對決 讓對手看得到打不得好的投球類型 球數也不是非常奠基 但因為出色的common能力 加上球路共軌組合的容錯率 也讓第一年挑戰大聯盟的金勇生態 可以輕鬆的站穩大聯盟解決打者 當然如果要以長遠來看 這種靠空球和共軌的投手 如果沒有辦法再有第三顆難纏的球路 其實時間拉長 就很容易被大聯盟打者適應和破解 導致成績快速的下滑 也因此第一年雖然可以靠著對手不熟悉的紅利 來攪出好成績 但往後幾年才會將會是 考驗金勇生態調整應變的開始 不知道你們對於金勇生態站穩大聯盟的關鍵 看法又是如何呢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哦 好了 以上就是這次的亞洲球員站穩大聯盟的關鍵 祝福各位支持的球隊都能引進球 另外記得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 我是子豐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哦 謝謝大家 �에盡力點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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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